对镜头毕业 开心的和香菇造型的包子合照 午餐还有糖醋排骨 照烧鸡肉高丽菜等等 菜色很丰富 不过谁也没想到 用餐后却传出疑似集体食物中毒 新北域的国际学校262位学生 7号前往台中进行校外食农教育 8号晚间陆续就有失声 出现上吐下泄情形 大概有150 140位左右 有上吐下泄的状况 有发烧的状况 现在还在医院 大概还有三位同学在观察 上百位食生疑似食物中毒 台中市政府已经勒令业者暂停公餐 不过食生们中午吃外购便当 五菜一主食 另外小餐盒中还有各式甜点 到底是哪一样出了问题 相关单位还在调查当中 但天气变热 便当跟餐盒都暗藏危机 炒饭的话 因为通常都会放隔夜饭 除了说饭前一天 是用冷冻的方式来饱饭 如果说是放在室温的情况之下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冰原体 有沾染在上面 但另外就是说在通螺沙拉这些 可能有红豆容易发酵 夏季来临许多学校也安排 校外教学要如何值得安心呢 就是户外吃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举番像是一些蛋啊 或者是肉类等制品 甚至是淀粉类的东西 其实就是你不要隔太久的时候再吃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外观 是不是有时候会有点黏滑的一个状况出现 或者是你在闻它的气味的时候 有点淡淡的酸味飘出来的话 其实像是豆制品也非常容易就是酸白掉 请问变高食物在室温下容易变脂 用餐前最好先观察 闻闻看有没有怪味道才能吃得安心 欢迎讯会宋君 谢爱纯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